父母去世之后 吃傻的哥哥一直有我照顾 可是我在收拾父母的遗物时 居然看到了哥哥五岁时的医院诊断书 我当时就愣在了原地 原来父母一直在骗我 我的存在 一直都是为一个人 一个骨肉至亲之人 在计划生育的年代 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到底什么能让这个已经拥有了儿子的并不富裕的家庭 生了另外一个孩子呢 答案有可能是 这个儿子存在着严重的生理缺陷 我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只不过 我很久以后才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聪明 漂亮 自小我的身边就围绕着无数的称赞之声 可我并不快乐 因为一个缺陷 一个百步多的缺陷一直紧紧跟着我 那就是我的哥哥 他有轻微残障 又有哮喘病 随着年龄增长 他身上的病症越来越多 学校里的大姐大 那个一直嫉妒我的漂亮和优秀的女生 每每想侮辱我 都会轻蔑地瞟我一眼 嬉笑道 傻子的妹妹 牛气什么 更过分的还是我的小学班主任 教育班里学生的时候 拉出我的例子来 总是先来一句 你们看 人家哥哥智力有问题 也不妨碍人家考第一啊 最令我失望的还是父母 他们常常说到 要多让着你哥哥 他太可怜了 说着把餐桌上唯一一个鸡腿放到他的碗里 无论我多努力 都想获得父母的认可 似乎都摆脱不了哥哥这个标签 我着实讨厌这个一直呵呵傻笑 躺着鼻涕的小胖蹲 我的求学之路还算顺利 毕业之后 本来有心想留在大城市的我和父母大吵了一通 最后 母亲一死相逼 我才被迫回到了家乡小城 干着一份普通的工作 只是因为稳定 清闲 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哥哥 我也被逼着和大学时相恋的男友分手了 他是个很优秀的男孩子 也很爱我 我和他谈起过哥哥的事情 可是他并没有退缩 还主动说愿意帮助我们家人照顾哥哥 但是母亲跑去和男友谈了一通话 没能动摇男友之后 居然直接找到了男友的家人 谁的父母愿意自己儿子找一个带着拖累的女朋友呢 两方父母各种努力 总算让我们分开了 而我母亲的解释却是这样的滴水不漏 家家 别看你的男友条件好 他说了什么愿意照顾你哥哥的话 你就感动了 可是你嫁给他之后 怎么知道他会如何对待你 人心不可测 人家条件那么好 你凭什么觉得他可以一辈子负担着你的责任 我明白母亲话中真正的意思 他是害怕我结婚之后就会跑了 抛弃这个家 不过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挣扎 这是我的命 狠下心来离开这个家 我曾经想过 可是我却做不出来 道德就仿佛一道逃不出去的墙 还是一道自己给自己射的墙 就这样 我放弃了男友 放弃了大城市更高薪的工作 就我在家乡小镇 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着家里人 我屈服于命运 可是命运并没有就此对我放手 我收到父母因车祸去世的消息时 宛如晴天霹雳 一辆大货车把父母驾驶的小车的车头都削去了 而照是车辆的车主却欠下了大量贷款 根本无法赔偿 只能入狱 快三十岁的哥哥还不彻底清楚父母去世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能感知到我的悲伤 他难得的能静静坐着 小心翼翼地望着不断抽气的我 别哭了 他轻声说道 这还是他第一次安慰别人 我稍微感受到了一些温暖 但抬头看到他的眼睛也红红的 我心里微微一动 轻声说道 哥哥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似乎是因为有了这句保证 他总算开心地咧嘴笑了 可是我在收拾父母的遗物时 居然看到了哥哥五岁时的医院诊断书 我当时就愣在了原地 自我很小的时候 父母一直告诉我 哥哥是在我出生之后才诊断出来这些疾病的 可是他只比我大四岁啊 沉思片刻之后 我忽然意识到 原来这句话也是个谎言 我的存在原来不过是为了照顾哥哥顺便照顾父母吗 我并非不见人情 拥有一个残障和疾病缠身的儿子 父母想到自己百年之后 膝下没有一个可以养老送终的人 自然会想着再要一个孩子 可是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实话 承担这本不该由我承担的责任 牺牲了自己好好的人生的我 还不配得到一句实话吗 我叹了口气 父母已经去世了 我再怎么愤懑也毫无用处 为了给哥哥治病 家里几乎没有存款 只有一间老房子 父母之前承诺给我 但是没来得及过户 他们就去世了 我和哥哥都得住着 我的工资除了日常开销和给哥哥治病买药之外 所剩无几 每当同事邀我一起去逛街的时候 我总是委婉拒绝 和别人一起逛街 总会在不经意之中多买很多东西的 每当看着我的同事挽着富有男友的胳膊时 一身名牌夸上豪车时 我的心里都会默默说道 这样的人生 本来是我的 也有不少人追求我 每当这时 我都会开门见山地说出我的情况 我在观察那人的神色 有些直接被劝退了 而有些还现实淡淡地做出了和我前男友一样的承诺 但是他们的眼神是不同的 大多数人是犹豫的 后来又变成了急于证明自己一般的破釜沉舟 我知道 有些是不知道生活之苦 高估了自己的爱情 而有些只是单纯地想骗我上床 睡了就分手 有些我也暂时接受了 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 让我的生活喘口气 但是考验才开始而已 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我会带着男友来到我家 和我的哥哥相处一段时间 刚开始他们无一不惊讶 但是转瞬又恢复了礼貌 试图和哥哥交流 有些谈得还是不错的 似乎他们可以完全接受我哥哥的存在 但是很快 无一例外 全部和我分了手 人性是经不住考验的 可有些事情总得面对 不是吗 我没收过他们任何贵重的礼物 也向他们谈成了我全部的情况 他们也很痛快利索地和我分了手 不过也有不少给了我一点帮助 应该算是对我的可怜吧 我的坦诚也让我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也算保护了自己 避免了我的生命中可能的渣男的存在 我这么小心翼翼地面对爱情 无非只是因为 我的生活已经经不起任何波涛 可是看着那些女孩无忧无虑 有光鲜亮丽的生活 早已习惯的我 还是会浮现出一丝失望 这天早上 我正在准备早饭 随手刷着朋友圈 却看到了前男友的消息 我要结婚了 那一刻 心上仿佛有根弦断了 自此我才明白 即便一直装着坚强的我 依旧还是忘不了她的 我觉得鼻头酸酸的 她晒出的那张婚纱照上 她依旧英俊挺拔 新娘美丽 笑容温柔 两人看起来是如此的和谐 就如当初的我和她一样 她的身世 她的真诚 她的温柔 都让她成为了一个不算完美 但是迷人的男人 可是 这个男人的一切 已经和我完全没有关系 早该接受的事实 可是依旧无法完全接受 我一时心情低落 就没在一伙上煮着的燕麦粥 直到窝里猛然爆发出一阵悲鸣 我手猛脚乱地关了火 但依旧晚了 已经一出来的热粥毫不留情地 落在我的手上 我咬着牙才控制住自己 没叫出声来 可是偏偏这时 屋里传来了一阵大喊 家家 快来帮我一下 你等一等 我慌乱之中实在抽不出精力 冲她喊道 可屋里依旧传来她的嚎叫 疼死我了 忍着剧痛关掉了煤气 我慌慌张张地把手放在冷水管下冲了片刻 缓解了疼痛之后 才急忙回去查看她的情况 看着她捂着腿僵在床上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果不出所料 刚刚那阵只有嚎叫的哀鸣 又是因为哥哥的腿抽筋了 我轻声说道 我的手烫伤了 你把腿握一会儿 等等就好了 我不再管她 找到药膏敷在手上 捂着手抽着凉气 望着桌子上所剩无几的燕麦粥 深深叹了口气 可是哥哥还在叫着 没办法 我只得进去 帮忙拽着她的腿 费了半天功夫 总算让她缓过来了 折腾了半天 我一看表 眼见就要迟到了 但是只剩下了这点燕麦粥了 我来不及吃早饭 招呼哥哥赶快吃掉 收拾收拾准备出门 她还很不开心地望着碗里的剩下的燕麦 嘟囔着抱怨了一句 我抑制着心里的怒气 连忙出门赶向了单位 尽管走得匆匆 但到了单位还是迟了几分钟 和我不对付的主管斜眼嘲讽了我几句 我没有作声 默默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因为今天的迟到 今早的会上 主管冷嘲热讽了我好几句 还刻意地在我面前炫耀她的有钱男友 买给她的蓝宝石戒指 振振有词地说道 有些人 别以为自己长得好看 就可以工作敷衍了 我虽然恼怒 但又不敢说些什么 中午我拖着这副疲惫的身具 慢慢回到家 哥哥又像往常一样 大声嚷嚷着 我饿了 家家快给我做饭 我又累又饿 还受了一天的气 没人可怜我就算了 我还得伺候这个让我备受屈辱的傻子 我忍无可忍 大声吼道 我早饭都没有吃 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凭什么要一直照顾你了 哥哥虽然有智商缺陷 可谓人确实降得很 他跺着脚说道 我早上就吃了那么点 现在饿了不是很正常吗 现在他倒是逻辑清晰了 气得我回到卧室 痛得甩上了房门 有一滴湿漉漉的泪划过我的脸庞 我狠狠擦了去 在心里自嘲道 真是没出息 又哭了 我恨透了我的生活 可是我的苦难却并不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本可以拥有美好的爱情和婚姻 本可以拥有离开那个恶心岗位的权利和潇洒 本可以过上比那个讨厌主管更好的生活 是因为我那个讨厌的哥哥 你为什么不去死啊 我又一次在心里呐喊道 双手狠狠砸向枕头 把我的愤怒全都倾泻在这个无辜的枕头上 带气稍微消了一会儿 我无力地倒在床上 可是那句气话却一直萦绕着我的脑子里 你为什么不去死啊 我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理智告诉我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越劝着自己不去想 宛如魔鬼的声音却一直萦绕在耳边 说得我心里都开始蠢蠢欲动 对啊 他为什么不去死呢 只要他死了 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我对爱情也不会再有负担 我也不用担心失业 可以去大城市追求我羡慕的生活 而父母留下的房子 也会完完全全属于我 而杀了他 似乎也不是太难的事 毕竟 这世上除了我 还有谁在乎他的死活 而哥哥本来就疾病缠身 他如果去世了 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也不用担心警察会怀疑到我 只要手法足够巧妙 不知道为什么 当这个计划在我心中拦下头绪 即便没有真的实施 我也觉得浑身的疲倦都消灭了 我慢慢起身 去厨房开始做饭 路过客厅 看到餐桌上摆的药 我的怒气又冲到了头顶 我指着要怒到 就一天早上没提醒你 你就能把这事给忘了 哥哥远远看着要无动于衷 冷冷说道 你早上为啥不提醒我 我颤抖着攥紧了拳头 和他讲再多的道理也是无用 在他简单的世界里 他只知道吃喝睡 不过 哥哥的状态 的的确确给了我无声无息杀掉他的最佳机会 要除掉这个累赘 方法其实很多 我记得小时候父母带着他去爬山 一个不留神 他自己就跑了 急得我和父母暖山找他 最后心急如焚之下 就打算报警了 我们在厕所门口看到傻站着的哥哥 回想起那次经历 我心里盘算着 要是我不小心把他弄丢呢 但很快这个方案就被我抛弃了 把一个人弄丢是需要距离的条件的 我现在这么忙 带他去远处的风景去游览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发生也太偶然了 而且他残障程度不算高 他还是可以很轻松得说出来家里的地址 只要有人报警 警察一盘问 我就得乖乖的把他接回来 再接受一次思想教育 那我以后还想弄丢他 就更难了 其实之前我有考虑帮他找一家看管机构 可是他的病例递过去 没有一家机构愿意接受他 这疾病缠身 随时可能去世的人 谁也不想担上责任 顾保姆就更不现实了 家里不大 根本就没有保姆可以住的地方 我也实在付不起高额的看护费用 那天他忘记吃药的事情也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 要是因病去世 那实在正常不过了 对于疾病缠身的人的突然去世 没有人会怀疑到我这个相依为命的妹妹身上 毕竟 我看上去是如此温柔的女人 我已经仔细照顾了她很多年 如果我想置她于死地 那我完全可以在大学毕业后一走了之 我本来就没有在法律上照顾她的义务 要不是我怕麻烦 再加上要面子 还留存着对父母的感恩之心 我也会一走了之 还是让她死去比较好 她的存在就是拖累 如若一走了之 社区区委会也会一直来找我的麻烦 我无法名正言顺地活在家乡 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得到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可是 怎么让她因病去世呢 我忽然想起 哥哥一直对花生过敏 家里从来都没有一点和花生相关的零食 做饭的油也用的是大豆油 小时候我很爱吃花生巧克力 自己总藏在书包里 有一次被哥哥偷翻书包 他见了也不多想就吃了 过敏引发了他的哮喘 幸亏即使送到了医院 那一次 父母头一次对我动了手 可我一直乌液着执拗地说着 明明是他偷我的东西 脸上却挨了更重的一个嘴巴 大概就是那件事开始 让我对父母产生了嫌隙 往事回忆起来是那么令人难过 可是这件事 也确实对我的计划有了很大的启发 哥哥的要吃得一项很快 我只要对我常去开药的前医生扯个谎 今天太忙了 过几天再去取药吧 前医生就不会怀疑 毕竟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医生与病人家属的关系 我老去他那里取药 他也熟悉我了 他大概了解我的情况 每次拿药 他都会常叹一声 你真的太不容易了 如果哥哥突然去世 他是不会怀疑我的 就算怀疑 我觉得他也不会赏心 携手一声的夫妻 最后一方把另一方氧气管拔了得比比皆是 前医生看得多了 再说 和他这些年的相处之后 我明白 他和我一样 是个怕麻烦的人 另一个可能对我怀疑的人是社区居委会的刘大妈 他和我母亲熟识 这个人管的也多 确实是个麻烦 但是毕竟是别人家的事 刘大妈为人也不坏 当我偶尔有急事回不来 把哥哥托付给他照顾的时候 刘大妈也欣然同意 他常劝我 照顾你哥哥可真累啊 真不知道你怎么坚持这么久的 不如把你哥哥送到养老院 早点找个好人嫁了 很像是一个与众心肠的长辈 刘大妈也是心疼我的 只要我把一切做得看上去足够巧合 也不容易引起他的怀疑 自那次花生过敏的事情之后 我特别爱吃带花生的点心 仿佛自这些点心中获得了叛逆和自由的快感 我也会偷偷带一点零食回家 在父母去世之后 我更是大张旗鼓地把我最爱的花生酱面包买回家 要是哥哥饿了 还是会满屋子找东西吃 所以我每次带花生酱面包回家 都会马上吃掉 避免被他误食 但要是想让他刚好误食 还是得下一番功夫的 那个星期六下午 哥哥冲我大声嚷嚷道 药不够了 我扔下还在赶的工作稿件 因为前一生没上班 只能绕远去一趟药店 顺便去一次市场买一些明天的食材 我忙得中午随便做了些泡面 下午在家加班又饿了 桌上的电脑旁还放着我还没来得及吃的花生酱面包 我匆匆忙忙地出了门 路上还遇到了刘大妈 她问道 这么急 去哪里啊 我严谨一呆地把我的情况一说 刘大妈也不敢耽搁 招呼我赶快去 我心里的一个疙瘩也算是放下了 至少 我这副匆忙的状态被她看在眼里 她对我的怀疑也会消弭很多 但刘大妈走远之后 我匆匆地步子放缓了 一丝微笑浮现在我的嘴上 我这一切都做得这么不经意 时不时忙碌地加班 经常缺少的药物 被迫绕远而不得不挽回去的我 中午没能吃饱的哥哥肯定会饥不择食 吃掉那块面包的 过敏触发她的哮喘 又没有药物 以她的智商 也想不出来解决的方案 而带花生酱的面包是她自己吃掉的 在别人看来 我虽然疏忽了 但并非有意 没有人会责备我的 只要我哭得情真一切 所有知道我处境的人都会可怜我 这个鲜柔的女孩子照顾了自己的哥哥这么久 上苍带走她的哥哥 是看不得她受苦 想明白了这些 我就仿佛卸下了一身的包袱 我脚不轻盈 但也不紧不慢 自然不用着急 在外面能晃得越久越好 不料 一个熟悉的声音忽然自我背后传来 家家 我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 我做出一副愁容满面的样子来 转身和那个人打招呼 这是我的闺蜜 李雪 哎呀 家家 好久不见啊 李雪欣喜地说道 我连忙换上了一副惊喜的神色 走上前拍了拍李雪的肩膀 笑道 呀 真的好久不见了 我记得你不是在凌晨工作吗 李雪笑道 这不是周末 我回来看看老朋友吗 哎 你哥哥现在还好吗 被老朋友提起哥哥 我的心砰砰直跳 但还是强自镇定下来 轻声说道 他还好着呢 李雪的笑容消失了一瞬 很快又安慰道 没事 放宽心吧 他知道我的情况 应该明白我故作轻松背后的艰辛 你这是要去哪啊 他问道 现在我的心情已经完全平复 我心想 路上要是遇见一个老熟人 就可以更顺理成章地拖延更久的时间 但是我估计错了 李雪让我自己去买药 而他去买了食材 约着在药店门口互相等一等 在一起回家 闺蜜突然来了让我措手不及 也打乱了我的计划 可是但没有让闺蜜不来自己家的道理 我也委婉地说出来家里太小的情况 但是闺蜜挽着我的手笑道 没关系啊 我和你睡一起就好了 像我们小时候一样 李雪这么说 让我无法反驳 只得笔记话前提早回到家里 在家门口掏钥匙的时候 我只觉得我的手都在抖 我用余光瞥了一眼李雪 他在一旁盯着手机 我松了一口气 才慢慢打开了门 刚进了门 哥哥就嚷道 家家你可回来了 我饿了 我愣了一下 哥哥还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 这次的计划 算是失败了 李雪先挡住了哥哥的抱怨 呀 勇哥 认识我吗 还 哥哥尴尬地笑了 你是雪儿吗 李雪笑了 他招呼我坐下来赶稿件 自己拎着食材去做饭了 我一直说自己不太好意思 他是客人却要麻烦他帮忙 但是他却不在意 说道 我们谁跟谁 你快点工作才是正经呢 我心不在焉地开始赶稿 其实稿子已经浇了 我只是为了装出我很忙的样子来 而且我的心也很难平静 耳边一直是闺蜜做饭时的锅碗瓢盆的撞击声和哥哥的走路声 过了一会儿 一桌丰富的菜就摆上了餐桌 李雪笑嘻嘻地捏了捏我的脸说道 怎么样 当完了吗 我轻轻嗡了一声 赶忙帮着他一起收拾餐桌 我们三人坐了下来 享受这一顿丰盛的美餐 李雪的手艺确实不错 可是因为今天的事 我的心始终难以平静 这一顿美餐也是味同嚼辣 更不敢看餐桌对面吃得正香的哥哥 和李雪许久未见 我们天南海北地聊着 不知不觉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哥哥开始打起了哈欠 我招呼哥哥睡了之后 我和李雪便一起躺在床上 他抱着我 叹道 佳佳 你什么时候找个男朋友啊 要不 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笑着抚摸了一下他的脑袋 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了 李雪没有说话 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一些 我们两人沉默了许久 终于 李雪问道 佳佳 你可以把你哥哥送到养老院吧 我轻声叹息道 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 没有愿意收他的 愿意收的 价格非常贵 我支付不起 我们接着闲聊着 李雪仿佛有心事一般 问我的每一句话都要思考半天 待到夜深了 我们就睡下了 李雪搂着我 忽然问道 我今天来 是不是应该提前和你打声招呼啊 我觉得今天的李雪也有些怪怪的 但因为今天的事 我始终心乱如麻 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思考任何问题 我敷衍了一句 怎么会呢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这一夜睡得并不安稳 我脑子里一直浮现的 却是自小时候开始 我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的一幕一幕 这是我的妹妹 她骄傲地和别人说着 即便对面的人也一直在嘲笑地看着她 当那个太妹在校门口狠狠推了我一把时 哥哥却跑了过来 也狠狠推了那个太妹一把 那个可恶的女生嘴里骂骂咧咧 她虽然蛮横 胆子却不大 倒确实不敢把我哥哥怎么样 毕竟 体弱多病的人是得小心的 出了点什么问题 也够她陪的 我在床上泛滥覆去的睡不着 也是奇怪 计划被打断之后 我现在脑子里却全部都是我这个傻子哥哥的好 人就是如此矛盾 再让我动一次手 我也许就很不下心了 哎 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 可是 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我忽略了 可在紧张的夜里 我却一直想不起来 待到早晨起床送走了里雪之后 我又坐回了桌子前 才忽然明白我遗漏的点是什么了 那块花生酱面包不见了 我自以为还算聪明 没想到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点 不过哥哥肯定没有吃 要不然他怎么没犯病呢 可是那块面包会去哪里 我在屋里找了很久 都没有那片面包的踪影 我联想起里雪昨夜欲言又止的神情 他似乎想和我说些什么 但一直没有说出口 我缓缓坐了下来 我的记忆不可能出什么差错 一定是我疏忽了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回忆着昨天自从出门之后 我经历的一切 李雪的出现 和我回家 再到做饭 闲聊 一切似乎都没什么问题 但有点说不出来的不对 待屋里的哥哥咳嗽了一声 我打了一个机灵 这才明白不对的地方在哪里 昨天哥哥是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来李雪的 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李雪了 就他的状态 上次刘大妈上门发宣传手册 和他打招呼 他都要想半天才能说出刘大妈的名字 怎么一见到雪儿 名字就叫得这么顺口 而且在路上碰到李雪 我觉得也并非偶然 那这件事情只有一个解释 在我出门之后 李雪恰好到了我家 哥哥给他开了门 他也寒暄过后 发现了我故意留在桌子上的面包 李雪作为我的闺蜜 必然十分了解我 他不但对我的家境了如指掌 更知道我对花生酱的喜爱 他不是不经过别人同意就把人家面包吃了的人 他这样做 应该是已经猜到了我的图谋 我就仿佛抽掉了丝线的一具木偶 倒在了椅子上 脑子里一片空白 爱我的所作所为被他知道了 可能他还在保护着我的面子 但是我已经永远失去了他这个朋友 我想过主动和李雪聊聊天 可是每次拿起手机 愧疚与恐惧却让我一个字都发不出去 这份愧疚感一直萦绕着我 隔了这么久 再回想起来 那天我的杀人念头 看起来却是如此的荒谬 心里的恶念被人知道了 就仿佛光明无情射入了我栖身的阴暗角落 在战战兢兢兢间 我已无处藏身 日子还是照样过着 千篇一律的艰辛 可是我再也没感动过什么歪念头 仿佛暗处有一双眼睛 一直盯着我 我的故事 就到这里 佛游作为这个电台的主播 自从开创了一瞬之二这个栏目之后 已经收到了不少稿件 享受了这些投稿人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这一篇看完之后 让她感慨万千 这一篇算是非常独特的 不在于内容 而是佛游从邮箱里翻出了之前的一次投稿 亲爱的佛游姐姐 我有一件事 一直压在心底 我的闺蜜活得很艰难 她父母去世之后 她和哥哥相依为命 但是哥哥有轻微智障和哮喘 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疾病 闺蜜就一直照顾着她 没办法在大城市工作 也没办法找到男朋友 我一直都很心疼她 那天 我看到了她前男友结婚的消息 感觉很是揪心 因为我的闺蜜其实一直都没有放下她 虽然她一直努力装着坚强 可是谁都看得出来 我本来想去安慰她几句 没想到从来不发朋友圈的闺蜜 居然破天荒地发了一条 大意是自己加班太辛苦 哎 这做法真是欲盖弥彰 我觉得她情况不太对 也就安慰了她几句 想着过几周正好要回一趟老家 顺便可以看看她 给她一个惊喜 但是我到了她家之后 听她哥哥说 闺蜜出去买东西了 我坐下来准备等她回来 却见到桌子上打开的电脑旁边 有一块花生酱面包 就是她最喜欢的牌子 我觉得这不是她的习惯 她这个人很紧小慎微 虽然爱吃花生酱 但是一直都葬得很好 而且此时 她没合上的电脑里传来了微信消息 哎 我不应该好奇的 就抬头看了看 是她上次发来的 收拾上交的稿件合格了 我更是疑惑 闺蜜不应该这样的 要是狠慌乱就算了 这工作已经结束了 怎么还这么粗心呢 可是她的哥哥却说 我闺蜜出去买药了 我更觉得奇怪 她是一个善于喂雨绸缪的人 更何况是她哥哥的药呢 我待着总觉得坐不住 我也怕她哥哥误使了那块面包 就自己把面包收了起来 放到我自己的包里 等她回来再给她 然后我出了门 沿着去药店的方向 去找我的闺蜜了 她的神情怪怪的 一般这么久不见 不是应该特别开心吗 可她却有些慌张 我本来也没多想 但是和她回到了家 她那种奇怪的状态就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我和她说去她家住 她会犹豫这么久 我一路上都在琢磨 却见到了家门口 她的手还在颤抖 而她斜着眼 居然在观察我的神态 我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低头看手机 面包的是我暂时忘了和她说了 回家之后我觉得她太辛苦 本打算帮着她一起做饭 可她和我说了一句 我要急着赶稿见 我本来疑惑 她的工作不是做完了吗 但是如果我提出了怀疑 不是相当于承认了我偷看她的微信吗 我也只能满腹狐疑的钱去做饭 可是这些奇怪的地方却一直在我脑海中盘缓 遗忘的面包 明明做完却还要工作 还有她慌张的神情 该不会 我突然做了一个大胆且可怕的假设 我都被自己的想法给惊到了 我的闺蜜 该不会想让自己的哥哥物饰面包 然后去世吧 毕竟在她离开后 家里没有药 我还记得她哥哥小时候 因为偷花生巧克力吃 而过敏进医院的事 可是我的闺蜜 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我为自己这种想法感到羞愧 但还是压着这个想法 直到我晚上和她一起睡的时候 有好几次都差点想问出这个问题来 总自忍住了 也许是一些事情 闺蜜不想让我知道而已 我确实不应该把她想得这么坏 但是 我怎么会萌生这种想法呢 可是那天的她实在太奇怪了 还有那片被我拿走的面包 我也一直没敢告诉她 只是希望她忘掉算了 要不然 我要如何解释我的行为 哎 人的偶念真的太可怕了 我居然会去怀疑我最好的朋友 浮游看完了这两封邮件 深深吸了口气 她无法去演播任何一个故事 写邮件的都是会收听她节目的人 如若被他们知道了另外一半的真相 都是沉重的打击 浮游在心里感叹道 幸好 我是唯一知道这个完整故事的人 我今天认识一下